香港人對於香港回歸中國 其實抱著一個馬照跑舞照跳的態度 其實這樣並不代表他們莫不關心 只是他們希望在中國收回香港之後 可以令到香港的640萬市民 仍然保持著他們的生活有民主和自由 我相信全世界的華人都希望 中國收回香港之後 仍然都能夠保持著香港人民市民 都是有自由的 是的 香港人對於回歸中國這件事情 大家都希望能夠維持馬照跑舞照跳 而這也不是說他們是莫不關心的 事實上 只是大家都希望7月1號之後 香港640萬居民都能夠維持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而相信這也是全世界華人對香港回歸後 香港的一個期望 在西岸時間今晚的8點45分 我們會繼續重播《龍的光輝》 香港回歸大會演 這個節目 現在就讓我們繼續回到特區成立慶典 香港 香港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在舉國上下歡慶香港回歸的日子裡 我們以重慶的心情 深切的懷念不久前 此事的鄧小平先生 他以偉大政治家的非凡智慧 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創造性各項 為我們通過外交談判 解決香港問題 解決香港問題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在我國政府對香港恢復形式主權以後 在國家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 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保持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 生活方式不變 法律基本不變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享有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權 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勝權 中央人民政府依法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交事務和防務 我們對今天宣誓就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表示誠摯的作后 我們對他領導的特別行政區政府 充分信任和完全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不僅香港要遵守 中央國部門和國省自治區 這下事也都要遵守 中央國部門和任何地方都不會 也不允許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據基本法規定自行管理的事務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 原有的法律 絕大多數予以保留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國際權利和自由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和國際勞工公約使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 繼續有效 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予以實施 做不完善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 是香港社會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 香港將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順序漸進的發展民主 最終達到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香港回歸祖國後 將繼續保持其自由港地位 和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繼續同世界各國、各地區 以及有關國際組織 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 使這個國際經濟大都市 始終具有生氣勃勃的發展活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 依法自行自定 經濟貿易、金融貨備、教育、科技、文化和體育政策 保持財政獨立 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 作為單獨的關稅地區 世界各國各地區 在香港的經濟活動和投資利益 都將受到法律保護 這些方針政策 使中央人民政府 為了維護香港同胞的取勝利益 和中華民主的根本利益 而深思疏慮地提出來的 堅持這些方針、政策 與香港有益 與全國有益 與世界有益 因而是沒有任何理由去改變的 我在這裡重申 一共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 這是一項長期的基本方針